太阳快下山了 但天气还是非常炎热 有个商人带着驢子走在路上 驢子背着好几袋盐 满吞吞走着 他感觉实在是累的走不动 但他的主人不断地催促着 快点走 快点走 我们要在太阳下山前赶到正上 驢子实在太累了 他开始觉得自己背的东西太重 而且主人不让他停下来休息 更是让他生气 而他的主人却认为驢子只是懒惰 走得实在太慢了 因此拿着鞭子小力抽打他 走着走着 来到了一条小河旁 河水非常干净 感觉很清凉 走了大半天的驴子 已经是又渴又累 这下你总会停下来 让我休息一下了吧 他满心期待想着 可是没想到 商人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拉着驴子就要涉水过河 当走到河中间 疲惫不堪的驴子 再也支撑不了背上的重物 突然感觉脚软 失去重心的驴子 四脚朝天翻了过去 摔倒在水里 天哪 我的盐 商人看到驴子背上的几大袋盐 都已经泡到水里 气得赶紧催促着驴子站起来 好不容易在主人的协助下 驴子重新站了起来 他原本还在气馁 但他马上就惊喜发现 背上的货物一下子变轻了 原来 也能够融在水里 所以他背上的盐 有大半都融在河里了 于是驴子便高高兴兴地出发 踏着轻松的脚步 将剩下的盐运到了镇上 几天后 商人又赶着驴子运货了 这一次他决定不运盐而改运棉花 因为上一次损失惨重 他担心又再发生一次 而驴子却不知道 自己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一心想着偷懒 决定再去水里摔一跤 并希望能像上一次一样 让背上的东西变轻 那该有多好 他们又来到了那条河边 当走到河中间时 驴子装作没站稳 身体故意往水中倒去 驴子暗自高兴 自己的轨迹即将得逞 奇怪的是商人一点也不着急 只是慢慢地扶着他站起来 驴子用力站起来后 却发现背上的货物 好像又变重了 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非常懊恼 后悔自己不该摔这一跤 但他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这次和上一次会不一样 因为他不知道 棉花会吸水 反而让他背上的东西变重了 剧水 火灵 0 感谢观看